天气很冷也发生了好几起的一些意外事件 在花莲的能高山南安营地还有南风夏营地 南童县消防局也接获报案说 花莲的消防局指出有两对登山队伍 一名女性患者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行走需要救援 而另一名登山客呢是衰落边坡50公尺 而意识是清楚的 不过右膝扭伤右手无名指小指是脱臼的 这两名患者在空勤总队吊挂之下 是顺利的下山进行医疗 大年初期虽然各地游客都已返家 不过仍然有许多登山客是在山区进行登山见走 大年初期就有两对登山队伍是在能高越岭发生登山事故 花莲县消防局在接获南投消防局的通报后 也携请空勤总队派出黑银直升机进行救援 本局收工分队连续接获 辖内能高越岭古道 在南安营地的两起三难事故 第一件事故是一位41岁的母性 小腿有抽筋拉伤的状况 第二个案件是一个52岁的男性 他滑落了50公尺左右的边坡 已经爬上来 他的双腿膝盖受伤 以及右手小拇指脱救 本局接获报案之后 立即成立地面小组 所幸今日上午10时 让天空放晴 由空勤总队直接一个案件 吊挂两位到花莲慈祭医院救治 两名患者在空勤总队花莲驻地的吊挂下 是顺利的救援下山 春节期间许多登山队伍申请入山 而天气的骤降寒冷 也让许多登山客在山区是发生了不少状况 这也让空勤总队花莲驻地 是疲于奔命 所幸之目前也都能够顺利的将患者 顺利的救下山送医治疗 记者凌杰综合报导